另外在台北市有一座民生公园 里面有33棵的大树 竟然集体生病了 现在岌岌可危 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倒下来 结果公园处的人员 只拿了这个竹子去把它撑起来 旁边拉了警示件 让大家不要靠近 但是议员就痛逼说 这样要是台风再一来 连树带架子一起倒下来 不是更危险吗 也有人建议说 如果树真的救不活 干脆把它砍掉算了 头戴安全窥衣穿防护衣 台北市公园处人员 一大早就到民生公园 罐药消毒 方也望去公园里 到处都是封锁线 因为33棵大树 集体得了核树病 看看说明公告 不得了还有倒塌危险 不安全的疑虑吗 这样讲好了 我们有写说外观户 我们给议员打呼 里面就写说外观户 目前看起来是 还有支撑的强度 重大数十顿的大树 生了病 公园处专家说 从树根还没腐烂来判断 目前应该不会倒 还强调用来支撑的是 非常强韧的孟宗族 不过看看公园内 随时都有民众散步 就有议员痛批 这样的安全措施太草率 我们在这住了 三十十年了 这种情形常常 砍掉好像成本比较低 这样好像花很多钱 平时用来修气的公园 如今又是阴架 又是警示县 有人看了不舒服 建议干脆砍掉 毕竟三三棵树 能不能救的活 不知道万一哪棵 突然倒下来 压到人 后果 不堪设想 昨天新闻 娱乐为范姓 台北 辞聪报道